18大邻近中共各部委大换血的消息也开始传出 香港媒体得知中共两大主要部门 中组部和中宣部部长即将换人 公安部部长的人选也已经确定 其中没有了江泽民等所谓血债派的身影 也没有太子党的痕迹 而是全部从边疆上来的新面孔 香港明报23号引述北京的消息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大主要部门的人事异动案 中组部与中宣部部长即将换人 中组部部长由陕西省委书记赵岳季接任 中宣部部长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宝出任 接棒的赵岳季与刘奇宝渴望晋升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而公安部长也有异动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生坤接任 55岁的赵岳季是出生于青海的陕西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长期在西北省份工作 而59岁的刘奇宝则是胡锦涛的安徽同乡 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年 属于团派大将 另外58岁的郭生坤出身大陆国企 2004年弃商从政 转任中共广西副书记 2007年接替刘奇宝出任广西省委书记 据美国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权分析 新换上来的三个关键人物和江泽民的血债派都没有太深的渊源 而且四川省委书记刘奇宝在王立军事件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说如果当初四川当局向美国领馆施压 今天中国的局面可能会被控制在薄熙来手里 中国可能遭受二次文革的大灾难 至于即将接任公安部长一职的广西壮卒自治区党委书记郭生坤 他和血债累累的公安部也没有任何渊源 说明现在的就是胡温锡这些领导人对政法系统是彻底失望的 他这里面选不出一个公安部长 如果满意的话会从他这个政法系统选一个公安部长出来 来掌控这个政法系统最重要的这个部门 这就说明这是对周永康的一个彻底的否定 是对原来的公安部的一个彻底的否定 中宣部和公安部都是镇压法轮功的急先锋 刘银泉说中宣部在舆论上抹黑丑化法轮功 而具体操刀抓人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都是公安系统 搞活摘的都是公安系统 这些坏事都是公安系统干的 我们期望18岁以后 特别是新的公安部长上来以后会改变这种状况 市政评论家蓝树认为 胡锦涛习近平把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公安部 都换上了自己的人之后 进一步降低了江西的影响 蓝树说这些动作表明 胡锦涛和习近平已经把第四代到第五代的权力过渡 牢牢地控制住了 孟建柱这个人呢 上海帮的色彩是相当重的 他现在不再兼任公安部长 实际上是进一步淡化了江志明和江系对公安系统的控制 因为中共整个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由于这种维稳思想的发展 中国社会现在处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矛盾之中 政法系他们每一年得到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 不过蓝树认为习近平上台后能不能推动政改 还需要观察 真正推动改革的动力在民间 只有民间以及国际社会继续向中共施加巨大的压力 中共才有可能变 不论是哪一派当权 中共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内部的纵横交错的各种利益集团 都在阻挡中共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 刘英全还表示 从这次中宣部、中组部和安全部大换血 没有看到太子党的影子来看 是按照胡锦涛重视提拔边疆地区干部的设想操作 刘英全认为 从边疆来的人没那么容易飞扬跋扈 你练习的变化